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培養你的興趣了 譬如說我們秦老闆的興趣 有很多 然後他對於那個古董的研究的話 專精在瓷器還有其他的古董 上面全部都有 好 另外呢 我要特別介紹這一位 然後這一位呢 是來自於高雄的盧先生 先歡迎一下 對不起 台北的盧先生 好 另外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就是Rick 歡迎Rick 好 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鑑定專家 我們的秦老闆 歡迎秦老闆 謝謝... 好 首先我們趕快歡迎一下 就是我們的盧先生 來 盧先生 你很厲害喔 你自己算是一個藝術家對不對 藝術家怎麼講 因為我是喜好 什麼都想學 盧大哥 我想請教 你改名字這件事情 因為你改迦勒 迦勒這個是在出埃及器裡面的 這個有名的一個聖徒 你為什麼會取這名字 因為加勒跟耶穌亞他是十二個 十二個探子 只有他們兩位 十二個探子 是 能夠到加蘭美帝 是... 那加勒的新字 他85歲 他還在服侍 還是為神正在 你改名字的時候是幾歲啊 沒有 我改姓... 改姓就是因為改姓基督教 基督教之後才改 因為有這個新字 是有自己許下什麼樣的一個心願嗎 因為一般都是退休嘛 都講退休... 那我自從看... 讀到聖經加勒他 他這個85歲 他還是... 還是那個心... 心智還那麼大 是 就沒有那個退休兩個日嘛 那我就... 這個值得我們笑話 所以你退而不休啦 沒有退啦 就是沒有退休 他沒有退了 那那個盧先生的話呢 他除了這個自己的興趣之外呢 其實他也收藏很多東西 那剛剛前面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阿公對你的影響 那阿公那時候的話呢 是一個貿易商 他最主要是從事什麼樣的貿易啊 他做... 就是從廈門 就是... 就到台南 到高雄 乾貨啦 茶葉啦 台南 都有... 雜貨... 那您現在這邊所帶來的東西 有多少是阿公那時候留下來的 今天他好像拿... 三件啦 兩件沒有擺出來 哪三件啊 這是這一件 還有兩件 這件是嘛 這件吉人堂的是比較... 好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啦 我們第一個呢先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是... 你自己說這是叫什麼 我沒有啦 這是... 這是誰人住的 他是... 我... 我太太他信了基督以後 把那個悔吹那個觀音的那個佛箱 拿來換 那個箱那個鑽石的 換成這個 去送嘛 不是 他去送給一個佛教的朋友 結果他不好意思他說 他就拿這一件說送給他 那那個觀音那個時候買多少錢 買20萬 20萬 所以等於是算是把等詞換過來 因為基督教是不準... 基督教不准崇拜偶像 對 不准崇拜偶像 他叫當媚之物啦 是... 要把他滅掉 是... 我說太炎兆了 他就送臉 好 那盧大哥 那個倫太太今天也有來對不對 他... 有啦 有來喔 剛剛... 不好意思 你看 講到盧太太把臉都紅起來了 你知道嗎 你已經結婚四十幾年了 臉還夠紅了 沒有 我還在戀愛 還在戀愛 結婚是...結婚是開始戀愛 你知道剛剛開始的時候那個 秦大哥講說 那個政府應該辦一面獎牌 給我們鄧先生的 真的 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離婚率這麼高 結婚四十多年 這算是真的是武林奇葩了 哪有 還有比我更久的 那比較少啊 比較少 恩愛很好啦 你看到了現在 他的臉都還是會紅 一講到太太的話臉就紅了 對啊 新上人 現在流行上人 現在都已經不是新上人 來 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一件的話呢 你講這個是什麼 我不懂 他說是什麼必喜啊 必喜 我必喜就不得了了 我不懂 我說說 這個好像不是 因為我天天看你的節目 我說懷疑耶 他這一塊是乾淨到不行耶 對啊 一點雜質都沒有看起來 你看 而且夠厚 然後旁邊這邊的話 是香滿的珍珠 珍珠 旁邊這邊全部的 是 等一下我要問一下那個秦大哥 這個大概是哪個地方 他是兩用的 他這個可以當作別針 別在這邊 是 是 送他這個 還滿漂亮的 這位... 這位好朋友他 他爸爸是 以前是香港的珠寶商 是... 然後我們也不懂 最重要的是 這個朋友還有情有義 你送他觀音 對... 有的人就收起來了 換台上 是 看起來... 這塊如果必喜不得了 我不知道 是 來看看 這個有夠大顆的這個 這個大概總重量是多少 你有問過嗎 不知道 怎麼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這如果必喜 這塊差不多應該有50克左右 50克啦 我自己懷疑還是 我也是照啊 如果是那麼大顆的話 我也會懷疑他是水旗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那盧先生您自己估呢 就是不曉得大概是 因為我們買那個觀音佛槍 是20萬嘛 那就是... 就是等值啦 20萬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咖啡色的一個 必喜的一個項鍊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15000元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水晶 就真的是茶晶 水晶 茶色的水晶 我猜得很清楚 假厲害 那這個核珠 珠子是核珠 並不是那個養珠或是珍珠 所以這一塊 大概價值也就是 差不多1萬5到2萬之間 K金的啦... K金的 是 你現在咖啡是樓石 還是全部啦 我覺得全部啦 全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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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錯啦 這個很漂亮 可以帶在老婆身上 她很漂亮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 是喜湖加上一個絕杯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絕 聽說這一個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絕 好 這個是聽說是老婆買的對不對 對 老婆為什麼會買這個 我去忙啊 她在顧家 那就是比較有時間啊 有時候她就是到我們住家的後面去逛 那邊有人在賣這種古董類的東西 可是一個女生會買這個東西回來 對啊 我說奇怪 可是她這個興趣太廣泛了吧 她買回來沒有跟我講 我覺得你學陶藝的話 我覺得這比較像你買的東西 沒有...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絕 待會兒我們再問一下那個 請老闆那個絕 可能夫人對一些藝術品啊 什麼之類的 她蠻有興趣的 對 她畫有畫 她是畫畫啊 她會不會捏討啊 是... 來 我先給... 她沒有力道 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隻絕的各部位的名稱 這個是流 這是流 這是拿來喝的這個部分 是流 流 這是尾 這肩部分是尾 這是柱 這有兩根柱子 柱 這是腹部的 腹 這是竹 這邊是斑 拿在手上的是斑 斑 這個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正的 夏商周的絕 好不好 好 那那個... 盧大哥 聽說那個老婆買東西 應該都是買好東西對不對 聽說她買高雷菜 也是買最好的嗎 對啊... 所以你覺得她買這個應該是買... 也不知道 她也有什麼東西 買不燙 她也不會跟她說 她都不說 妳也不敢問 妳來行 她就很對位 她結婚45年 我結婚32年 加油... 妳也差不多啦 快40幾了 她又臉紅了啦 妳看民國紅了 妳酒也沒喝嗎 妳不用紅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絕 價值多少錢 好 來 老婆不知道多少錢 她自己估的話是估8萬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絕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要請見將 3萬元 不錯耶 這個絕是這樣 這個絕是... 不是青銅器 對 這是一個鑄鐵的 所以這個仿造的是不會錯啦 不過這個做得還滿漂亮的 再來是時間也很久了 在家裡可能有個... 四大燈 四大燈 因為它已經有點生鏽了 做得還滿貼切的... 它的這個韜鐵紋 做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雖然是鐵的絕 但是這個還是有這個價值 盧大哥 你知道 為什麼會有兩支柱子嗎 讓我們不要喝太多 不要整個灌下去這樣 這有道理耶 有這樣一說 因為在喝的時候 怕你喝得太萌 對 所以有兩根柱子給你擋住 但是事實上 喝酒的這個酒氣 在這個有柱子這個部分 還有的是另外一種是甲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支甲有沒有 甲 這一個 那個是很大 那就不需要那個柱子 可是它還是有兩根柱子 什麼原因呢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也有柱子 這邊兩根 是 這個我要說到 這個為什麼有兩根柱子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的酒跟以前的酒 是不一樣的 以前的酒 它是釀造出來的 現在的酒是蒸餾 那蒸餾的酒沒有殘渣 那釀的酒有渣子 那有渣子怎麼辦呢 怎麼喝呢 也就是說 剛好你這邊有一個儀 這個儀 就倒酒的 這是一個儀 這是一個商舟的儀 那這個酒呢 倒在這裡面以後 它裡面還是有渣子 它就會找一個 找一塊鑽布 鑽布 把它... 蓋在上面 蓋在上面 然後拿在這邊 濾氣啊 濾過以後 濾過以後 那這個就把它撐住 這個柱子是不是要撐住 拿起來 然後再這樣子喝 所以這兩個柱子的用能器 這個用途呢 也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用途 那奇大哥 它這邊為什麼不直接 蓋一個棉布就好了 就從這邊就可以直接過濾 以前殘渣可能 殘渣要過濾得好 一定要是這樣過濾 直接倒進去 直接倒進去 然後把這個拿起來 所以這個是酒氣沒有錯吧 酒氣 這是酒氣 那你這一個呢 這個商舟的這個叫做儀的 儀也是一種酒氣 但是倒酒用的 這個也是倒酒 先倒到這邊 然後再倒到杯子 是 類似酒壺 這怎麼感覺好像吃牛排的那個 對... 有啊... 像醬汁 對...醬汁啊 有一點像...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請出了皇帝的上方寶劍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個是英國古...古董劍 來 是... 你確定這是英國的嗎 都要從英國帶回來了 你為什麼會去英國帶這個 因為我去那邊看小孩 看小孩啊 兒子在那邊讀書 其他哥 我怎麼覺得這把劍好... 就是說我不要看這個餅的地方 劍餅的這個地方 我看這個劍翹這個地方的話 是 這個整個的地方的話 晃一看的話 我覺得有日本的味道耶 有一點像東方劍 對 有一點像東方的感覺啊 是... 那你為什麼會去英國 我兒子在那邊讀書啊 兒子在那邊 是 順便進去玩 然後買一把劍 但是問你這個怎麼扛回來 海關讓你進嗎 我那時候沒有想啦 我就這樣把它連回來 海關不會阻止你啊 不曉得啊 因為我那個這個是 類似藝品店買的 是 並不是真的劍 沒有開過風的啦 是不是 我們打開看看 這樣我們可以把它請出來嗎 來...我們打開看看 有 沒有殺過人 齊大哥 你也太猛了一點了 這個沒有開過風 沒有... 這是一把藝術的這個擺飾 是 傑大哥 你怎麼看什麼 有沒有開過風啊 你看 這個... 沒有殺過 還是鈍 而且這個鋼質 這不是鋼吧 這個是鋼質 這是鋼嗎 是鋼 但是這個鋼質 並不是劍的質料 它不夠堅硬 不夠堅硬 所以這只能講說 其實這個盧大哥 算逸品啦 盧大哥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這把劍的來歷 這把劍的造型應該是 類似十字軍東征的時候用的 你看一個十字架 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總之好幾次東征 就是宗教戰爭 十四階 十四階 所以他們這一些十字軍東征 在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都佩戴這種 十字架的形狀的劍 那真正的這個 在戰鬥時候的劍呢 可能劍格的部分會比較小一點 沒有這麼大一隻 沒有這麼大一隻 比較方便攜帶啦 是 其實這把劍 另外你會看 很像亞瑟王的十中劍 有沒有發現 它的這個尺寸 很像亞瑟王的十中劍 十中劍就是類似這樣 在這個形狀上是類似這樣 那這個西洋劍的部分 剛才我們打開過 其實西洋劍如果說是 真的古劍的話 比較寬 還比這個更長 更長 比這個更長 好 來 那時候你在那個英國買是買 這麼貴啊 對 你在哪邊買啊 藝品店 藝品店還可以買那麼貴 牛津街那個都是很貴的 九萬塊他買其實買不便宜 不懂啊 那是看得很漂亮 就把它帶回來 好 來 那你現在估呢 好 我們來估個價 然後我們再來說一下 這把劍的來歷好不好 好 來 您是估十萬塊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把這個英國的古董劍呢 買入價格呢 約在九萬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劍價 五萬元 還不錯啦 那個盧大哥 這個點有一點很有趣的事情是 這把劍是台灣做的 台灣做的送到英國 有貓有錢 沒給你台灣嗎 不 這種劍很多 在二十幾年前 很多古董的西洋劍 都是台灣做的 我仔細看這個造型 都是台灣做的 台灣做送到了英國 然後您再把它扛回來 是不是 這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難怪我怎麼覺得好像有東方的色彩 是... 所以這把劍扭去 但是這把劍做的 我覺得很像 很像一把這個十字軍東征用的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就跟阿公有關了 對 那阿公說影響他非常的深 影響盧先生非常的深 然後早期再從事貿易業 所以當時他在這個海外的地方 都帶了一些不錯的東西回來 間接也影響到了我們盧先生的一個 審美跟藝術官 甚至後來他從事的一些興趣的 工作的話都跟阿公有關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這個呢 就是清末居仁堂的一個 法廊池 好 來 這好像... 好像放在你身上多久了嗎 很久了啦 做小孩的都... 這是燙的沒有... 因為我們... 小時候家裡火燒 這個沒有被燒到 是... 曾經家裡面灰酒廚這樣 我們家以前是七年路三老 春天都給出 七年路在哪裡 七年三路 那碼頭那邊 高雄喔 高雄 我父親很早去蓋樓房了 很早了 我小時候 因為家裡是做貿易的 比較有型喔 對 那時候我們一看 我看到壽山啊 還有碼頭啊 站在你們家樓上 樓上啊 因為都是平房 都是平房 可以看到屏東那個山啊 是... 所以你們家是很了不起的 現在看不到 大家族是不是 那時候開的貿易行叫什麼名字 你現在說出來 怎麼大家在一起 忘了啦 忘了啦 我覺得那個老高雄人 應該會記得 四十... 四十幾年啦 四十... 民國四十年 四十年左右啦 四十年左右 我現在都還在... 可能還不止啦 可能還不止 你小時候還不止啦 國民政府還沒過來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高雄國 已經開百貨公司了 那時候叫百貨公司 不是像現在的... 不是現在概念不一樣啦 但是已經是很大規模 是... 好 來 那後來您是從那個高雄 移居到台北是不是 對...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紅色 類似褐紅色的 法郎柴 法郎柴 這是老東西的 老建 我在家裡放很多年了 盧先生 你應該有在那個 做瓷器 你應該這個... 我知道 但是現在法郎 我們... 我們都用幼藥 法郎就很少用 你這個自己 如果要把它複製做得出來嗎 那個法郎做得出來 有幼藥就可以 柴魯先生 你後面的弱款的話 底款上面寫的居仁堂 你有去查過嗎 我查... 我查是看那個... 好像是在慈期末期 是 清光劇 很多堂 不是 我講一個 就軍人堂的故事給你聽 軍人堂是這樣 原來是... 它不是... 它不是這個... 一個所謂堂 它原來是一個殿 叫福然殿 福然殿呢 福然殿是這個... 慈禧太后住的地方 後來因為八國聯軍把它燒掉了 燒掉以後就改成了軍人堂 改成軍人堂 那福然殿後來因為 這個慈禧太后垂簾清政 這也有改成 有一次 有一陣子改成海燕堂 改名 海燕天青嘛 海燕堂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那早期的時候 那個海燕堂的話 應該算是慈禧太后那時候的 可是後來這個海燕堂 被改成叫做軍人堂 那其實軍人堂的時間 其實也很短 因為已經到了那個 袁世凱稱帝那個時候 是... 袁世凱稱帝大概八十幾天吧 八十三天 對 八十三天 八十三天那時候的話 就是很後期了啦 捐莫明珠 那他們最主要做的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是送給外國的使節 然後一些重要的大臣 才會擁有的東西 可是聽說軍人堂的東西 存世很少 袁世凱的後代 曾經捐過一批 給中國大陸的博物館 大部分都是那個... 那個五彩的 五彩的 五彩比較多 粉彩五彩 但是... 髮廊彩 這種髮廊彩的很少 是... 所以要特別針對這個髮廊彩 而且這個髮廊彩呢 它做的這個花色 每一樣都不同 不一樣 非常的漂亮... 這個就是阿公收藏的嘛 所以價錢你不知道 不曉得 你自己估的話呢 讓我們盧先生估 是估一個三四萬的價格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同仁堂的一個髮廊彩詞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像又回到了2030年代 超級有味道的 這個很有趣 他說這個是1942年代 美國軍用禮片操作工具 你說的是那個 美國大兵帶的那個金雞牌 我 çıkar啦 其實不一樣 但是這 Why 你說的 說是